副總統六千塊帶團去參加 優邦百六鬼 新年總統的主席 電力今天回國 六千塊表示我們跟百六鬼 有親像兄弟的優異 繼續來針對教育衛生醫療 就集合來合作 針對中宮請說 白天三五天在南海軍事演習 也傳出說現在美國的軍南 也已經在臺灣的丹波瓦海出現囉 副總統六千塊 參加優邦百六鬼 新年總統 八年也集集電力 去的時候過境美國紐約 回庭過境美國金山 十八回來九國來 六千塊是說 八年也在九十英國 很可憐的能夠拿去臺灣 典現兄弟的情義 相方的情緒合作 並強調國際社會 都很重視臺灣 全國人民不管各行各業 因為大家的努力 讓臺灣的實力越來越強 也讓國際社會看到臺灣 是一股良善的力量 六千塊出國風雲 引起美中競爭 美國海軍研究協會公佈 營養到六千塊 過境美港 可能相關台海緊張局勢 將洪南雷金河 打擊群保守在臺灣東部外海 美國海軍發言人證實 雷金河當地 駛太平洋執行任務 不過中間是放到說 會採取強烈措施 來犯罪 六千塊出國訪問 共軍十八開始 連續五天 在南海進行射擊演習 美軍也是派出航艦 在臨近的水域進行待命 有護航的味道 國風報表示 中間營視範圍儀 所謂進化 內行性的射擊 國軍運用聯合感控 將壓到情報資料 收集分分色 雷金河出現在臺灣外海 報徹大家都知道 要造成中間軍事國中 鎮鎮鎮鎮鎮的風險 記者 中華報道